好 緊接待你來關心的是大雨大雨一直下臺灣有鹽水了 在今天針對十七個縣市發布了大雨特報 就不要講六龜了 六龜在今年實在是有夠悲情了 大雨狂炸了一個下午之後 我們的新北包括永和樹林又在淹水了 所以陳妍怎麼會這樣只要逢雨必淹 現在是這個一下雨我心裡就會感到害怕 為什麼 因為現在下雨一下的那個程度 是你很難想像 今天下午兩點半 雨一下十七個縣市大雨特報 摩托車馬上淹下去 然後你在那個路上你去看那個車子要通行 你看影片當中車子的通行是有困難的 所以你這個時候冒雨出門 其實不比這個颱風天的時候 我覺得慘況是非常非常嚴重的 而且我們更難想像是 剛才菁姐妳講六龜對不對 我想說奇怪六龜怎麼多了一條溪 叫和平溪 我一直查地圖 沒有 那是和平路 一條路既然淹到變成溪 你看這個有多嚴重 而且現在整個淹水的狀況 大家可能會覺得 是不是台灣獨有的一個現象 我跟各位講不是喔 它幾乎已經變成是全球 各地都在發生 光這個湖北啊 它淹水淹到什麼程度 一樓的店面你已經看不到 你已經看不到 那是湖北現在的情況 而且我覺得更可怕的事情是 淹到這個先生 就淹水而已喔 他傳簡訊給他 太太說 床底下還有錢 我正在想 如果是我到底要不要傳這個訊息 因為我很怕我太太能知道 我錢放在哪裡 對不對 可是還是不得已 這個訊息我還是得傳出去 你就知道有多嚴重喔 而且鄭州這一次太可怕 鄭州太可怕 三天下的雨是一年的份耶 那這個是什麼 哇 這個不是停車場 這個是什麼 汽車墳場 總共將近四十萬輛 其實大大小的淹水 那二十三萬全部泡在這裡 就停在這 這已經沒有辦法處理了 這已經沒有辦法處理 這怎麼辦 這麼多泡水車啊 對 就這麼多 很可怕 汽車墳場 算了一下喔 經濟損失接近六千億台幣 這個是一個非常驚人的一個情況 非常非常嚴重喔 而且他這一次啊 在有一個隧道 就也是鄭州 京廣路隧道 就他們說因為淹水的關係 嚴重到有人困在裡面 根本不出來 沒辦法出來 甚至身亡 結果竟然要動用解放軍喔 不是一般的救災機構去救喔 要動用解放軍喔 然後完全問不出來 到底傷亡的人數是怎麼樣 你就知道這次暴雨有多麼嚴重 所以死亡數字變成一個機密 變成一個機密 那另外呢 為什麼我講全球 因為連在這個印度 我們看到也是一樣 雨炸印度 在印度很多地方也是淹得非常 超過六百個村莊 直接變成汪洋 我們剛才講什麼台北哪裡 它是六百個村莊 甚至有特定的區域 直接疏散人數高達八萬人以上 我覺得最可怕的是在喜馬拉雅山 它喜馬拉雅山 因為這個洪水的關係 它整個山坡邊坡 不是這樣滑動嗎 就這樣滑動喔 已經有很多人困在上面 超過 就我知道被困的數字 已經超過三十人了 這個是非常嚴重 你看這個影像 你就知道這個很嚴重 洪水爆 然後整個邊坡就這樣 整個山坡這樣移動 洪水造成山崩 對 那你就說 那這樣真的很可怕 美國的內布拉斯加 我不過坐個電梯 我既然變成驚悚片的主角 為什麼 他坐電梯 然後水淹進來 然後一直淹 進來淹到你看 注意看到 淹到脖子 這不是在拍片 不是在嬉鬧 因為水淹的問題太嚴重了 導致這樣的現象 這個 這個真的不是電影 我覺得看到其實心裡面非常難過 怎麼會這麼嚴重 問題是現在不只是 因為極端氣候造成 全世界很多地方都大淹水 甚至有些地方是熱到不行 48.8度C 我覺得最可怕的是說 你如果下雨 但是你今天又很熱 我們這個叫什麼 這個又雨又熱 水火二重天 就像你光在台灣 我們剛才講的是 有的地方淹水對不對 可是花蓮 屏東 南投 既然高溫到36度 這個36度 大家不知道感受是什麼 但是我給各位一個數據 過去十年 我們的平均溫度 已經升高了1.6度 在台灣 在台灣 而且超過36度以上 這幾年 48天 這是很嚴重的 然後你就說36度 好 我們想辦法撐著 這個惡魔熱浪的來襲 我覺得非常可怕 因為在義大利的CC裡 因為我們講的這個 熱氣不斷的上升 造成一個高溫窮頂的 這樣的一個效應 導致它的高溫高到48.8度 所以你在歐洲 就會因為太熱而產生大火 所以現在企業 對於這種高溫極端氣候 有高度的重視 蘋果就發了一個公文 我覺得它就是在正視這件事情 它跟它所有的供應商說 在2030年以前 你們一定要想辦法做到碳中額 可是開玩笑 我為什麼要做碳中額 我一家一個企業組 他說我營業了100多億 我要符合它的這個要求 我才 要不然我會被踢出供應鏈對不對 我就發現 我這邊統計一下數據幾千萬 我那邊想辦法碳中額幾千萬 這些錢就不見了 可是沒辦法 因為一支蘋果的手機 它會產生80公斤的碳 那全世界如果它都要去繳 這個稅要繳掉五百多億美金 所以它要不要去重視這件事 當然我覺得不是錢的問題 所以現在所有蘋果供應鏈的廠商 為了配合蘋果要求的碳中和 所以成本一定會提高 對 台積電喔 買下全台99%的綠電評證 然後它也要求它的供應商 你都要去做這件事情 所以現在大家在哀鴻遍野 因為你不只你要符合 你要公佈你的碳足跡喔 除此之外 未來幾年你要下降 你的碳排放20% 那現在蘋果自己以身示範 他說你看我這個盒子 我把這個九成都用纖維材料 我塑膠就減了58了 可是這一減對台灣整個損失 五千五百億 所以我覺得這個未來的效用的影響 會非常非常大 所以畫面上我們可以看到 如果觀眾朋友有留意的話 你去買iPhone手機 現在盒子都變小很多了 少一半 少掉一半 為什麼還是為了碳中和 為什麼還是希望能夠 保護我們的地球 因為極端氣候太恐怖